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有多受美国民众的注意呢 从一向都对政治反映比较冷淡的年轻时代 现在纷纷跳出来对自己喜爱的候选人热情支持 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辣妹们把自拍的音乐录影带上传到全球知名影音分享网站YouTube上 不但秀出了自己更是替支持的候选人大大加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YouTube就看准了年轻族群 利用网络大方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命的民藏总统参选人网络影音辩论会 总计有3000名网友自制影片提问 为了让自己的心血确评重选 网友们无不绞尽脑汁 除了要提出创意又有趣的问题 让人眼睛一亮的画面更是不可或缺 网友们词 有个正式患者 社会 VOLA 总统不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事情 这种子 你们是涌自已遵律 是被拗敲 于所屮的 我会有ек单的 想念我的生命 能寞一日子 你想起来 一的孩子 何联系 你 uważ 这行方的 带着这些孩子 带到 适合 我来说 我是36年 人氣最旺的希拉瑞 歐巴馬或是其他六位候選人 面對網民無厘頭的提問回答的也相當幽默 這是問 induction力敵的方針中 這問是有由是 получ African dobla 以日本人最 Pam 魚身私在記濺度眼淚 不正確是否又不顫色 是不是看別人是否 我禮物��在一定要有一點 叉人們黃爹 還會長漂亮 還是下半天nez 我現在針對飛馬 我身以嘉ech�� 但是一門女 我願意向他們 我感到他們 希望看得 incredibly 传统辩论会比的是口才和证件 不过在这里比的是候选人的风趣和极致 请问候选人一件事你喜欢和一件事你不喜欢和一件事你不喜欢 记得要认识 我认为了什么川普遇做了美国 和她的夫妇做了美国 我认为这件衣服 我认为了什么我喜欢的战略 我认为了什么我喜欢你 她是你的妻子 此外CNN和YouTube 也在辯論會期間做收視調查 結果顯示歐巴馬的回答 最能引起觀眾注意 反觀希拉蕊的回答 則讓選民覺得稍嫌苦悶 在辯論會結束後 網友投票來決定誰是贏家 歐巴馬以33%的支持率拿下第一 而希拉蕊只得到電子的8% 跟她平時的高人氣相差甚遠 CNN和YouTube將在9月份 再舉行一場共和黨的辯論會 也期待有一天 台灣能舉辦類似的活動 讓台灣的政治少一點謾罵對立 多一分創意逗趣